中国和美国对号 那不傻了吗 还中国国财权 转来转去 最后都瞄准了中国这天禁止了的东西 赌博不合法的国家 现在只剩下泰国了 真正的赌博地狱在缅甸 为人熟知的是一种以赌博为名义的抢劫 无数的中国人提着东西等着买票回去 如同当年美军撤离南越时候的西贡一样 前段时间看到有个搞博彩的哥们在柬埔寨 被人杀害之后就想写这个话题来着 一直写来写去直到最近再写完 东南亚一直以来都受我国的影响很大 以前在中国混不下去的人会跑那里 如今在中国混得好了 可是有些事又没法做 又开始跑那个地方坐 比如最近今年不少人去缅甸玩枪打靶 去越南泰国搞黄色 去柬埔寨搞赌博 当然了这里只是为了押运和对齐了 咱们今天重点聊一下赌博这事 赌博属于人类最古老的行为之一 简单的赌博大家在港剧里也见过 摆着或大或小一张桌子 一个宝官满头大汉的在那招呼赌客 在面前的桌子上一个碟子一个碗 三个骰子放到碗里 碗倒扣在碟子上 宝官双手拿起摇上几下 放下后招呼赌客压心 桌上写着大小单双等等 个人算计了网上押 宝官这时候喊一句 买定离手 开了碗按照结果称宝 或者是二二三七点小 四五六十五点大 然后按照输赢收钱给钱 接着就是下一把 至于复杂的 比如拉斯维加斯金沙集团 花着数十亿的钱 在沙漠里面盖大楼建居运 甚至挖掘运河 弄得像迪士尼游乐场一般 让赌博从个人娱乐活动 变成全家老小一起出动的旅行一般 老少接仪 轮盘打牌老虎鸡 总有一款适合你 而且人类有个赌博赢得就行结婚的毛病 直到拉斯维加斯搞起来后 这个毛病才充分暴露 所以拉斯维加斯又是全世界 激情结婚最多的城市 东南亚地区的赌博 基本的情况是 赌博是合法的 但是开设赌场需要牌照 而且牌照很贵 数量也很少 基本上都落在有权有势的大老板手里 大老板往往又是地产大佬 有权有势有关钱 东南亚搞的是一种类似 权贵裙带寡头资本主义 当然不是说你路边上 支个桌子摇大小就有人来管 而是正规面向大众的赌场 是很严格的 其实谁都不傻 这东西有多挣钱 谁不知道啊 政府拿博赤牌照作为摇钱术 是自然而然的行动 这正规有资质的赌场 其实无趣的很 一个个都把拉斯维加斯 作为自己山寨的目标 全个风景如画的地方 大大的起一栋或者几栋大楼 里面按照当地的风格 修的富丽堂皇 标配是大喷泉和晃瞎人眼的金色大厅 然后是个巨大的大厅 从饺子鸡老虎鸡到排酒制闪子 还有缩哈德州这种 那里面的人标配是戴着耳机的黑西服保安 和兔女郎打扮的招待 几十年来这一块最大的变化 一个是开起来了免水电和巨云 第二个就是居然有禁烟去了 在这里赌钱不许抽烟 而且似乎禁烟的占比越来越大了 有老赌徒就感慨 这世风日下人心不果 一个真正的赌徒连命都不要 怎么会在意吸引有害身心健康吗 这些没什么可说的 这几年对于赌博最大的冲击 就是网络赌博问题 各国的态度都不一样 我就从这个开始说一说不一样的地方 东南亚国家甚多 我也不是都了解 直前有代表性和特点的说一些 正所谓老猫防尚税一倍传一倍 一个国家搞赌博的方法 基本上是按照它的国情 社情和地缘政治来决定 国情不同 同样的事情就会有各自各个的 我们从菲律宾说起 菲律宾赌博最大的特点 就是对于网络赌博几乎是放任了 现在网上几乎一半的那种 性感和观在线发牌的玩意儿 也就是专门跟中国人的线上博彩 都在菲律宾 上下游有上百万人一起谋生 目标客户基本上都是中国人 手段就是各种方法 骗人进来 然后用技术手段让你输的 步子都不剩 我刚查了一下 吓了一大跳 菲律宾的网络博彩业 已经是世界第一了 现在正在突破自我 继续向上攀爬 由于这玩意儿主要坑中国 所以中国国内大力打击 并且希望菲律宾政府也能配合 杜特尔特原本也是想禁止网络博彩 但是后来还是放松了 虽然牌照发的很少 但是不去大力取缔 基本在放阵的阶段 总统甚至直接的明说 虽然知道不好 但是因为国内经济不行 比起饿肚子 挣点当钱没有那么难以接受 菲律宾 还有很多孩子靠吃垃圾堆里 捡来的拍个拍个卫生 如果全面取缔网络赌博 很多孩子连这个都吃不起了 因为拍个拍个也在涨价 作为政治人物 说出这样的话来 让人过得不佩服 这哥们坦诚的有点不正常 不过中国政府一再告诫他 网络博彩对整个国家 是有很大的腐蚀性能 靠这些欺聘的手段得到的钱 比拍个拍个对孩子们 有着更坏的影响 不过菲律宾人 就是典型的道理都懂 可是钱又想赚的那伙人 所以一直都是半放任状态 所以菲律宾不但赌博合法 而且推出了大量的变民工程 方便大家赌博 比如菲律宾的目标 是让旅客下飞机三分钟进赌场 为常贴心了 就在去年疫情期间 菲律宾的赌场也关闭躲风口了 到了5月份总统还是强制命令 赶紧开始营业吧 毕竟没有赌场 政府裁证立刻就打骨折了 感染病毒不一定死人 没有钱那真是要死人的 比起专门坑中国人的网上博彩 还有马尼拉专门吸引中国赌客的高档赌场 菲律宾赌博在群众中 其实是遍地太华的 不过他们玩的东西非常有特点 是斗鸡 斗鸡和茶道一样 本来是中国的特产吧 不过却在海外发扬光大 以至于大家提起来竟然想不起来和中国有什么关系 而菲律宾人就是把那个斗鸡玩成了茶道的东南亚艺术家 斗鸡这事儿听着好像挺乐 不过却不是小打小闹 去年还有新闻呢 国内的大佬在菲律宾斗鸡赔了上千万 菲律宾一直也把这玩意儿当成支柱产业 这斗鸡的形式呢比较简单 两只公鸡进行搏斗 大家按照自己的判断下注 因为一般鸡不会坐下 大家都知道想打麻将有人玩换牌 打扑克有人下汗 骰子灌水 就是没有这些打麻将两个人合伙 到时候赢你钱你都发现不了 这样一说起来 斗鸡的公平性要好不少了 如果去过菲律宾就会知道在城市里斗鸡比较少 出了城市以后到处都是斗鸡的场子 可以说覆盖密度超过景谈不少 主要的形式是cosplay的体育馆 外面一圈看台 简易的就是用木头搭建的四处漏风 豪华的不亚于正规的体育场 看台中间呢是一圈空地 一个六角形或者八角形的笼子 笼子里面有裁判和双方鸡的主人 一开始两边的鸡主人抱着鸡绕场给大家看看 让大家跟鸡确认一下眼神 好判断输赢好下注嘛 然后把两只鸡进行挑逗 抓着鸡面对面 等到两只鸡被激怒以后 随着裁判示意 把鸡扔到地上 两只鸡在那儿就玩命的拨刀了 这里要说一句 每只鸡的一个鸡爪子上是装了刀的 那刀啊颇为锋利 在比赛开始之前才装上 然后把刀鞘取下 这刀呢有的叫马克 有的叫矫健 因为刀非常锋利 所以一场斗鸡 一般很快就会分出胜负 甚至一招就割断了喉咙 分了胜负 所以啊输的就是死 赢了的很多也是带伤的 斗场都有大夫来处理伤势 这失败者基本上当场 就会被直接收拾收拾给煮掉了 据说这种运动量大的鸡 煮起来比正常肥柴鸡啊 好吃的多啊 而且鸡爪上绑的刀 经常会伤到人啊 不外磕到动脉 那就是一条人命 所以说出来您可能不信 每年不少菲律宾人 确实是被鸡干掉了 你们要是感兴趣啊 可以去搜一下相关新闻 菲律宾斗鸡之普遍 可以说处处都是 斗鸡成为一个巨大的产业 甚至有专门的频道 和国家级的比赛 有的人自己演个斗鸡参赛 有的人就是专业的四眼斗鸡 繁育斗鸡为生 也有不少人靠着养鸡彻底翻身了 有些养鸡的自己都没有半吃 却想方设法的弄了好的给鸡食 每天给鸡刷毛 疏离打扮 还要运动训练 训练之前要先按摩 训练之后还要在鸡脖子和叶下喷水上 然后还有按摩 在全国锦标赛获胜的公鸡和主人 能获得很高的荣誉 这种鸡严格配种后的母鸡的一个蛋 甚至能卖到十几万笔锁 接下来我们说说柬埔寨吧 前段时间那小子跟他对象 在柬埔寨被杀了 出了这么个事 很多人以为柬埔寨是一个非常贫困 又特别混乱的地区 其实不是的 这个地方就是贫困 但是其实混乱的情况还好 雄到一定地步连土匪都少了 这里实在是太雄了 而且柬埔寨还非常贫瘠 东西很多都要进口 使得柬埔寨的物价很高 上次出事的地方是他的首都金银 但其实很多人不知道 柬埔寨的赌博牌照是最奇葩的 在金银以及金银周围200公里的范围内 马来西亚富豪曾立强 1995年一次性买断了70年的牌照 和41年的博彩专营权 也就是说在金银附近200公里 除了他的金介集团以外 任何人不得金银博彩印 而且这个专营居然要一直到2036年 好像补充协议又延长了10年 金介集团开的那个赌场 可以说是个巨大的综合品 完了两期 那个新大楼几乎全部被包了一层金 真正闪下人影 里面服务的美女特别多 而且因为太挣钱了 三期扩大投资 准备要花200亿人民币 用个更大的 有个奇怪的事 赌场基本都是两种 一种是东北洗浴中心那种 罗马式风格 另外一种呢 就是川普家那种金黄黄的造型 不知道是谁跟谁学的 在这里提两个事情 一个是金介在香港上市 他是地地道道的上市公司 二是曾立强 据说曾经表示 中国经济强大 人民富裕 博彩业管控颜责 他为了让中国人有地方赌 在中国周边 要建立博彩生意 柬埔寨 尼泊尼泊尔 俄罗斯 蒙古 越南等等 目标就是弄一个 玩中国博彩圈 这话是不是他说的 我也不知道 不过倒是陈述了一个可观现实 随着中国巨大的购买力的崛起 而且我国严格的禁毒禁毒 必将带动整个那些中国禁止的产业 在我国周围蓬勃的发展 正规的赌博被这样垄断以后 只好跑到200公里外想法子了 这就是前两年在西哈努克港 弄的那一出好戏了 西港这个词 有些人听到耳朵出茧子了 有些人却从没有听说过 西哈努克港是柬埔寨最大的港口 风景也非常好 又可以旅游 又可以搞自由港 还可以玩赌博 柬埔寨政府对这个港口寄予了全部的希望 指望着它发展成为深圳 马尔代夫 香港 海南 澳门 新加坡的一个混合体 不过很纠结的是 这个港口后来发展成了亚洲最大的赌博集散地 而且也是大使馆重点警告 不要随便去的危险地区 西哈努克港建设的高光时刻 赶上了中国国内 对网络赌博重拳出击 同时国内的P3P和高炮被打击 大量的从业者冲入了柬埔寨西港地区 大肆的进行网络赌博生意 随着资金的大量涌入 作为中国传统异能的房地产炒作也在西港大方一盘了 房价的混乱局面 据说和90年代出海南有的一批 各种脑洞大开的言论是漫天飞 比如有人说 马云在某处买了一万亩土地 然后附近地价就上涨了50% 还有人说某处被恒纳集团买了一万亩 当地的地价直接就翻倍了 据说很多人的工作 就是按照世界富豪榜一个一个的数 轮流说来西港买地了 就这样胡说八道 就可以月入好几万呢 整个西港地区那时候 一半是华人 一半是本地人 本地人全部是在华人公投的手下干活 然后华人公投在华人老板的雇佣下 华人老板在国内老板的遥控下 每天是不停的有人来到西港 来的人分成两路 一路是去赌博公司 在网上吸引国内赌客去骗他们的钱 一路是去房地产公司 买下土地或者房屋 等待西港成立第二个深圳 自己好过上深圳地主那种 十栋楼出租的生活 我有两个朋友就在西港投了钱 当地土地的第一手 都被人大批量的乘租了 你只能从他们手里高价购买 那个削什么蛮子 它就是一万亿亩 租了六万亩 然后四十万亿亩卖给你 卖的时候跟你说 有房产证 有各种东西 有永久产权 我朋友他们两个倒是没有花四十万那么多 大约就是十来万亿亩吧 据他们描述 当时一车十几个人来买 到了地方以后 一个戴着安全帽的经理 过来招呼大家 拿出一打 改革开放出席深圳的照片 发给大家 让大家看看 是不是和西港很相似 然后拿出自己的土地证件 表示自己买了八十亩 还拿出当时买的发票 显示每亩只要五万多 只不过大半年 已经翻倍都不止了 大家都是成年人 自然不会随便就上钩了 那几十个人里 有一对夫妻非常谨慎 乃至经理问了一堆刁断的问题 而且问题都问得非常专业 一看就是有味儿来 那位经理笑嘻嘻的一一解释 所有的回答都非常专业 非常流利 大家围观了他们的对决后 终于放心了下来 后来想起来 那俩人八成是一伙的 或者百分之百是一伙的 这经理拿出一大段图纸 指着山坡下一只绵延到大海的土地 说了很多远远的投票 还说柬埔寨作为中国最坚定的支持者 现在的人民还如此贫困 当地政府希望学习中国搞开放 我们应该帮助他们 然后解决说 那里要建筑宅 那里是医院 那里修路 那里是决定 还很深情的拿出一些照片 拍的都是残疾儿童 他说这些孩子都是被边境地区的残存地雷炸伤的 自己是一个当地基金会的发起人 希望大家在参观之余 献出一些爱心来帮助他 说完还流起了眼泪 当时的十几个人都颇为感动 每个人都捐了一千块钱 回城的路上 一对五十多岁的夫妻还说 这个经理这么有良心 肯定是好人 不是网上说的那种骗子 反正一顿操作吧 大家都被唬住了 纷纷掏钱购买 准备二十年后做地主了 这交了钱过了许久以后才知道 买的那个东西 连小产权都不能算 只是一种长期的租赁合同 至于所谓的那个什么配套设施 根本不存在 后来花了很多办法 好不容易也不知道拐了多少道弯吧 找到一个金边很有这方面经验的律师 他一听说这种情况 他说 每天都遇到 时常有中国人来咨询 最后都是当交了学费了 自认倒霉 对他们说不要再想着把钱要回来的事了 就当丢了算了 诉讼也是不可能要到钱的 闹得太凶的话 还会有危险 哪些卖地的人在当地都有自己的保护势力 到了2019年的时候 在中国的压力下 柬埔寨一次性彻底封禁了西港的网上博彩 西港也在一夜之间失去了金融价值 当时整个西港地区乱成一团 场面跟大逃杀一样 无数的中国人提着东西等着买票回去 一夜之间 人去成功 据当地人说 就如同当年美军撤离南越时候的西贡一样 柬埔寨在西港 其实是暴露了国家控制力和眼界的问题 柬埔寨本身多深 西港从地图上看 那就是个好位置 这还是一个很好的深水灵感 按照标准说法 那就是如果俄国人看到了 是拼了老命也要抢到手的 但是西港建设了多年 也没有大量资本投入 难免心态不好了 又希望不管什么钱能来投资就可以了 来了以后 不管干好干坏 对当地的发展那都是一件好事 等粗放发展一些日子 到时候上了良性循环 再把这些不靠谱的东西扫出去 岂不美在 结果却完全不是大家想的那样 现在弄的是一地鸡毛 而且名声臭了 人家说起来西港那就是诈骗 网上婆惨 送鸡毛赌博 把长租的土地房子当永久产品出售 那也不能算房地产 这是诈骗 其实如果能够好好的做建设发展 不是没有机会 但是据说 有大量的实权人物 在这场闹剧中获得了很高的利益 具体没有证据 咱们不能瞎说 但是西港几乎失去了中国所有投资 现在也完全看不到短期能够崛起的希望了 大家看到这个地方 可能和我一样 想到我们当年的建设 有多么不容易 现在关于网络赌博 有这样一个说法 按照服务期的密度 可以判断这个国家政府不靠谱和混乱的程度 称之为在线核观 密度指数 比起我们上面说到的这两个国家 真正的赌博地域在缅甸 缅甸的情况又比较特殊了 缅甸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能够形成形式上的同意 军政府足足延续了数十年 民选的政府2016年被正式成立 短短的几年就搞得一地计谋 北部四个特区基本都是独立的 政府稳定的时候还做做样子表示糊涂 一旦伤害到他们的利益就暴击反抗 缅北地区这种半独立的军阀 依靠着本地这个民族问题与政府对抗 基本上保持了经济军事和政治上的独立地位 这种地方大家不用去就知道 必然是乱的一塌糊涂 他们那边因为基础设施过于落后 网络赌博倒是不常见 为人熟知的是一种以赌博为名义的抢劫 主要的方式是在国内找到下手的目标 然后以旅游或者做买卖的名义带到明天 然后自我局让你试过惊慌 到时候你拿不出来钱去翻脸 先是恐吓你 如果不屈服就拘进起来 关个两天不给饭吃 再不老实那就要打了 有时候不小心把人就弄死了 这个套路啊听着挺漏 但是每年都有不少人上钩啊 我同学他舅舅在老家那里做家具生意 认识的人比较多 在大前年的时候 一个有过合作的人给他说 自己在云南这边做木材的生意 两个人就这么聊了一会儿 那人呢请他到那边去玩 和那边无法无天特别好玩 他本身呢也是好玩好吃好耍的人 一位钓鱼啊 被老婆不知骂了多少次呢 大概过了两个月 那时候正赶上不太忙 他就去了 先是在昆明玩了两天 免不了就是打打牌 输赢一晚上啊 千八百那种 谁赢了就管第二天的饭去 期间呢也谈到一些生意上的问题 他想买个翡翠回去给老婆 那人就想到面天那边 他认识一个老板 东西真 而且价格便宜 他听到后就动心了 跑过去到了地方 是一个挺大的一个庄女 里面搞得特别规整 在那里 见到主人以后 大家聊得都挺好 说好了第二天就去挑选东西 如果好的话 就多买两件 酒足饭饱以后坐着无聊 主人说 不如大家去街上打打牌 几个人就到了另外一家 里面已经有二三十人了 在里面各种玩法都有 那天开始的时候 手切还不错 越玩越嗨 然后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把自己贷的钱 就花了个新光 输钱的人急了就要翻本 问人借了二十万块 又输光了 他这个时候啊 有点清醒了 说不玩了 人家说不玩就不玩吧 您把借的账清一下 他说我回了国再给 然后人家就露出真面目了 说没这个规矩 你叫你们家里人把钱打来吧 他倒是没有敢闹 就吱吱呜呜的 对方就把他扣起来了 对方把他关在宾馆里面 把证件手机拿走 关了两天 一开始骗他来的人 又来劝他 光滚不吃眼前亏 这帮人啊 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他要是这么不知好歹的话 免不了要皮肉受苦 然后告诉他 说这地方弄死个人挖个汤 埋了就埋了 缅练的不是中国 不要用国内的思维去思考这里啊 他舅舅属于那种走南朝北的人物 想了想自己的情况 觉得光滚不吃眼前亏 不能钱看得太重 拿来手机联系他自己的老婆 他老婆一听之又气又急 但是知道事情正大 赶快就转了20万 那边收到钱后又说 他不配合 耽误了缅练人的工作和学习 这两天要收五万块的利息 就这个时候了 还有什么好说的 没办法 赶快的又把利息给了 把钱付完之后 就把他带到一个地方 交给了一个当地老头 叫老头带着他走小路回国 全身值钱的东西都给他走了 他好说歹说的 把手机给他留下了 他到了境内就报了警了 警察说当时收到了几十起的报案 缅甸警方正在查着呢 他舅舅上网一查 发现网上和他一样的并有多的离谱 奥路也都差不多 一笔小发现自己还不是最惨的 竟然多多少少还有点小星星 大家一般理解的经济开发区 往往是搞个高科技信息产议 而东南亚国家 不可能投入巨资 耗时十年搞点新技术 然后除了成果 还需要跟中国和美国对号 那不傻了吗 所以大家很少听说 什么高科技来自东南亚 东南亚来的 好像都不是什么上台面的东西 所以转来转去 最后都瞄准了中国这边禁止了的东西 中国不让搞黄赌毒木 在他们那里 明里暗里遍地升登 这些东西技术难度低 收益还大 在利润的驱使下 遍地发扬 他们的政府一方面半退半就 另一方面也确实是管不过了 尤其是赌博和色情 那更是明着来 以前泰国和缅甸是东南亚 仅有的两个赌博不合法的国家 现在只剩下泰国了 毕竟现在泰国的旅游业非常强劲 暂时还用不着赌博这种绝不操作 不过如果估计不错的话 迟早会放开的 果然竞争压力太大 所以他们一般说的信息产业 基本都是电信诈骗 发展高端服务业 那就是色情飞难 提升互联网水平 说的就是网上摩采 新时代话语体系都被他们给玩坏了 反正难度都不大 搭几个服务器 代码也都有现成的 再从国内高价招一些工程师 把代码稍微改一改 毕竟算法也不复杂 整体就是让玩家先赢小钱 再出大钱 之前有大量的中国这边的程序员 跑到西港月薪十万 对 你没有听错 是月薪十万 去开发赌博服务器 就是这个背景 他们把代码运转起来后 再把网址和性感核冠在线发牌 放到一起 刷到网上去 总会由赌狗上钩的 毕竟赌狗品位高不到哪里去 就界面美观要求不那么高 他们最在意的 还是赌狗本身 所以只要推广到位 总有人源源不断的上钩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喜欢 请三联合关注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